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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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活在线体 比如说我们的基因是活在线体 它在二度 那当我们开始进入立体 立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三度空间 那三度空间 是物体存在的实体 都存在 到了四度以后 就变时间 那请问你时间用什么来形容 时间不是用秒吗 用年 你要什么表达 时间 隔零为止 所以佛曾经在讲 时间是什么东西 时间它 是说刹那 刹那就走掉的东西 就是昨天的事 是已经不存在 对 未来的事 是不可测量 对 然后说现在 现在就走了 所以时间是不可能给你抓住的 对 所以人 就被关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活了从出生 从投胎 然后一直到往生 你被时间 因为有身体 所以你被时间关着 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 姓天主教 姓基督教 他有一天 我们在谈死亡的时候 他说他非常喜欢 欢迎他的死亡来临 我说为什么 因为灵魂在那边飘 买飞机 坐飞机 不用飞机票 看电影不用买票 可以到处飘 是吗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是看得开 还是他误导了 他误导 他会发现 灵魂飘来飘去 但是就是说 人是这样子 你有一个很美的身体 但是身体一定会走掉 这是臭皮狼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他是臭皮狼 你就乱使用他 那就提早 提早就是回家 对 所以其实是物质跟精神 跟时间 可以变成像绳索 他们互相的螺旋的推进 那这也就是整个 就是我們在靈魂在提升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身體 重新就是讓你 就像一個錄音帶 或者是一個CD 它可以洗掉 然後重新錄更好 當然也有人退化 本來很好好的 結果錄了一個爛歌 也有 我把它洗掉 結果沒有菜 所以人生裡面是讓你upgrade 就是重新來 重新來 你可以利用這個身體 再去轉化成什麼樣的精神 那這個是 你說十一個境界 那你再講到四 四為是時間 第五為 它就是談空間 空間 時間跟空間 雨跟咒 就是宇宙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空間 所以三度空間還不是空間 三度空間 它也是一個空間 只是在三度 比如說 對 像狗看到我們 貓看到我們 就像我們看電視 是平面的 你這樣理解了嗎 就是說我現在看到幼幼哥 會有深度 深度 景深 電視我們在看的時候 就幾十一年而已 平面 對不對 它並不是立體的 貓 狗看到我們 它活在二度 它雖然也被時間關著 可是它沒有辦法是打開 打開 但是也有狗 聰明的狗 它會看電視的時候 它去玩那個球 跟貓一樣 那是進化的 所以狗裡面也有人活在 比較厲害的 比較厲害 它可以進到三度裡面 那你說的那個五度呢 因為有十一度 你說有十一度 一個空間 那最後一尾的空間 是一個光 就只是光 所以有很多人 都在那個 比如說 基督 後面有個光環 佛如來菩薩 後面有個光環 莫萬莫德 回教有個光環 就是祂活在光裡面 那你這樣在穿梭那個十一尾空間的時候 你這個光的時候 你真的 你在看到什麼呢 在有的星球的文明 它超越了我們的時間 比如說外星人 它使用的能源 是比時間快的能源 所以當它在天空上飛 在時間裡面 你會看到它 當它開始速度快過時間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看它 你以為它不見 它就在那裡 所以它是用暗物質跟暗能量 那最近有個科學家叫凱什 凱什呢 就開始利用這種能源 那麼它做出了很多 比如說宜蘭有一個太原 它就用它的乾絲 乾絲 什麼意思 乾絲就是抓住了時間快的能源 然後把它定在這裡 然後影響旁邊的這個生物 那它就用 它只是一個管子 它乾絲 它經過它處理 它結果放在那個蔬菜旁邊 另外一邊蔬菜是澆肥料 這邊蔬菜是用乾絲 我跟你講長得是一樣 成長期 照樣進行再長 好 好玄耶 這樣子地球就不會被污染 這樣懂嗎 我們地球是因為一直在使用物質 所以宇宙裡面4.8%而已 所以物質其實很珍貴 因為佔宇宙4.8% 但是我們可能亂用能源 你知道嗎 那 甘絲是怎麼寫啊 甘願的甘 它是翻例 甘願的甘 絲是理絲 有沒有 古代的一個奇再一個金 有沒有 奇再一個金 一斤兩斤的金 甘絲 OK 那麼這個能源就是 等於叫自由能源 自由能源是騙宇宙多事 所以佔爹它不需要像你一樣 還要什麼空中加油 它使用的動力就是 暗能量 對 暗能量 而且它發現了 它用的是弱力 我們用的是地球的吸引力 是 是用重力 它用的是輕力 這樣可能聽不懂對不對 磁浮汽車 磁浮汽車就是弱力 它就浮在上面 浮在上面 所以它摩擦沒有了 所以它推動很簡單 磁浮汽車就是其中的一個 使用到一個弱力的狀態 OK 中國人講的福氣 就是弱力 如果你是勞碌 就是用重力 就是用吸引力 所以用 福氣喔 福著 福氣 什麼叫福氣 你知道嗎 心未想 事已成 勞碌的人 心想事成 對 所以比較勞碌 對 因為用心去想 那些那種心想還事不成的 心想事不成 那就 就是 就是進入苦 苦惡狀態 進入苦難狀態 那福氣的就是離苦得樂的 離苦得樂 所以 你的靈魂是用弱力 是 你的身體是用重力 所以你在重力跟弱力之間 要怎麼協調 心經就是在談 這個部分 好啦 心經我們一個觀 已經講了三級 終於要把它講了一個大概 因為一開始我是覺得是最難的 觀念 觀念大概是 觀念 你看觀念 觀就是在觀察念頭 對 所以 它會跟你的念頭 你的念頭會變成了行為 你的行為就產生了你的命運 後面 對對對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一個觀字講那麼久 我想接下來 我們要來講這個 自在 觀自在 那這個我們下一次請林老師 來跟我們大家繼續來講這個心經 這一本的書我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想各大書店都已經買得到了 欸 現在很多書店缺貨 缺貨 如果你買到 可能 買到的時候你可以來對照 來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來對照你的手上 欣賞 就是要用真善美 去欣賞你自己的人生 去關你自己的心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能夠得到福氣 今天非常感謝林老師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